究竟老仲有多少残残啊? 新任務告訴我,他發現遺產只有兩百塊台幣 兩百塊台幣而已 還有一些舊的衣服和書 在12歲以前,兩百塊不算什麼東西了 老仲是個不知不合的窮人 新任務從老仲那裡好像沒有得到任何遺產 要不要管理 我每一頁都會收到張阿東的一份報告書 說明他如何處理七個案子 不然他處理不錯,也都有好結果 十年以後我就告訴他說 他已經按照審服的衣服做了 以後不要再送報告來了 這個案子到處就結束了 可是二十年過去了 我的秘書在整理檔案的時候發現了 這個案件也擱起了我再度去南投下下的想法 我釋放聯絡上那位當時年輕的張師父 他還在那裡 他說我想去看他 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去 哎 二十年以前呢 我覺得鄉下這裡好舒服 風氣新鮮,風氣好 又有教頭用機 現在這個好感更強烈 當時年輕的神父呢 現在已經步入中年了 他一方面照顧我坐下 一方面還在應付很多事情 我感覺到這個趁路的每個人 都是他要照顧的 我談話不到幾個小時 就會有人來找他 我們談的一陣子呢 決定問張師父有一個問題 了解我心頭的疑問 我問他說 那位老鼠明明知道他只有兩百塊現代幣 為什麼還要把這個財產要移留給他呢 他要兩百塊現代幣 要移留給他 張師父說 當初他也不懂啊 為什麼要兩百塊現代幣 又給他 後來呢 他因為老鼠糊塗了 可是呢 幾年以後呢 他終於懂了 他說 當時才從美國 厭萬舒適為果 他悲於美國的明星大學 舒適學位更是化學生物 終於以為自己會碰到大學期輔導大學生 沒想到 被拍到三天的瞎想去了 他說 這裡的教友根本對他的學問毫無興趣 他一直以為有點不愛 他是念生活的化學人 可是呢 他規規矩矩的按照勞生物的遺作做了 一旦開始 他就全心投入了官外 聖民的工作 他發現 整天有人需要他幫忙 他又就天天幫助他們 有一天 他忽然發現 他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 心靈上的平安 心靈上的平安 不是白白的能得到的 只有真心愛人 才能擁有他 老聖民的意思是說 年輕的神父 真正的愛人 就能得到心靈上的平安 那 張聖民告訴我 他和他的老同學 有老朋友有聯絡 他為個常常來看他 為他比較起來 他對決看得去幼無數有 但是他所感到的平安 卻不是因為他有那些能享受的 他得到心靈上的平安 他說 我們天主教徒想得到平安 但是真正心中有平安的人 是很少的 為什麽 不非是因為 我們沒有做到秘訣 我們應該知道 平安 絕非是白白的能夠得到的 沒有愛 也就是不能享受 珍貴的寶貴的禮物 我開車回台北的時候 一定要將那份 一座好好的保存起來 因為他所牽涉的 是一份巨大的財產 更重要的是 寫一座的人 過世的時候 一無數有 這個道地的群人 寫這篇文章的是誰呢? 他只離家痛 他常常在過世的時候 寫這樣的 鼓勵別人的文章 所以呢 要求心靈的平安 是 他這篇文章一定是強調的 我可以問一下自己看 我有沒有得到性靈的平安 假如有的那很好 假如沒有的再努力 我也可以做到性靈的平安 因為心靈的平安 不是普通的一般的 有的幾人自己幫助別人 就是 得到性靈的平安 所以呢 比如說 剛才有人說 他身照做到第四周了 恭喜他 可能別人 剛才沒補到射送給錢 我忘記了 要幫助別人 要幫助別人 要得到他的 所希望的東西 這樣 幫助他得到希望的東西 這個都是 要幫助別人的事情 好 現在我們現在開始 要做新的稿子